生产纳帕谷的葡萄酒需要很高的技巧 中国的消费者们正学会欣赏它 著名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创办的姚家族酒业公司的酿酒总监汤姆·辛德说 我们一共生产了五种加酿 事实上我们正在这里准备2013年的葡萄酒 你可以看到这些葡萄今年秋天就会熟了 到时候我们又会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生产高档葡萄酒的小型酒厂 这里的赤霞珠红葡萄酒售价为600多美元一瓶 在纳帕谷的黑骏马酒庄 酿酒师们记录着在橡木桶里的葡萄酒的酿制进展 这个酒庄也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市场 我们的葡萄酒大多数在这里的酒庄卖 不过有两种酒 就是霞多利白葡萄酒和赤霞珠 销往全美各地和中国 洛杉矶的圣安东尼奥酒厂销往中国的葡萄酒价格便宜一些 这个酒厂生产的葡萄酒有15%销往中国 葡萄酒学院的林希加拉格尔说 他们经常收到有关的讯问 这些日子有大约90%的问题是有关中国的 不过他说在中国销售加州葡萄酒面临挑战 他们知道很多代表着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志 无论是南加州的好莱坞 北加州的金门大桥 还是我们的前任州长施瓦辛格 但是林希加拉格尔说 他们不知道加州是全球第四大葡萄酒出产地 西方银行的亚当·毕克说 他合作过的酒厂要与欧洲葡萄酒厂竞争 而欧洲葡萄酒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中国了 欧洲酒厂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品牌 他们已经有知名度 特别是那些出产高档葡萄酒的法国酒庄 他们有很强大的市场地位 而美国葡萄酒在中国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迅速发展 尽管中国也有自己的酿酒产业 姚家族酒业公司的汤姆·辛德仍乐观地认为 很多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进口的葡萄酒 他们希望驾驶某个品牌的车 他们想居住在某种房子里 他们也会想穿特定的某种衣服 喜欢喝特定的某种葡萄酒 辛德当然希望 很多这些特定的葡萄酒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在河野酒尔、California 感谢观看